在江湖上 有关于张喜鸣 有很多的传说 但其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不过这个消息 是已经获得预方的证实了 张喜鸣他在入狱之后 重拾书本 他希望有机会 能够完成国中学业 说到张喜鸣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停留在 是一个凶狠 抢几药犯 但你能想象 这个花灯 是出自张喜鸣之手吗 花灯上大大的四个字 静心请席 看起来张喜鸣 颇有悔改之意 再看看上面 还特别画了猫熊 相当可爱 在台南监狱服刑的张喜鸣 真的是不一样的吗 在钱欲有眼中 他是怎么样的人 刚好我们在同一个工厂 二十工 我们在一起 大家成了好朋友 他这样也不讲话 他是一个很沉默的人 我们做纸袋 折笛 都是自己来 他不会做 因为我站进去 你帮我做 当然很多人愿意帮他做 说不要 他也去考虑念书 也考了好几次 去学到 我们监狱里面有高中国中 他也常常去考 张喜鸣以前拿枪的手 现在改拿笔 过去社会上为非作歹 现在铁牢内寻规道具 我们在那边提带不是有个洞吗 有洞才能够穿 那个做好我们要去打洞 打洞要排队 他就按部就帮排队 前远有看到的张喜鸣 少了鲁人乐熟的凶悍狠近 而是乐于助人 谁能想到有一天 友善两字会用来形容张喜鸣 而且坐牢后开始自我反省 耿耿于怀 对这个老人家 他一直感到很内疚 他不应该为他自己 为了安全脱逃 挟持一个不该挟持 而且是个老人家 那也透过他的家人 也透过朋友 不断地去给他释出善意 不断期望他 原谅他这个行为 张喜鸣后悔 当初挟持老农夫 更后悔没能 善尽孝道 张喜鸣下车 头戴防弹头盔 身穿防弹背心 戴着手铐脚鸟 一脸严肃 心情沉重地走进 搭在家门口的灵堂 跪在母亲灵前上香 祖母 妈妈接连过世 是张喜鸣心中最大遗憾 而孩子们成了重要寄托 他们后悔没有好好陪陪小孩 后悔没用 现在每天就靠写信 靠一有很亲的时间打电话 小孩子会画画 也就是会画画给他 陈家福 对 可是他真的很想 回来有这么一天 走进来能够递进事情 带着他自己家人 好好地聚义 他最大的想念 请不吝点赞啊